就這樣跟著你 往前走 不回頭 沿途會有風雨 有陽光 你現在是怎樣 你知道我等你等多久 我有叫你等我嗎 你不要什麼事 我關在我頭上 你怎麼一點都沒有長大 從我認識你到現在都是一樣 每次只要跟你講要工作 你不是跟我吵架 就是逃避 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態度的問題 你就是對什麼事情都這樣子 什麼都不在乎 什麼都無所謂 所以我們才一直為同樣的事情一直在吵啊 我也很想找分長久的工作 可是薪水少 時數長 沒有福利制度的公司 你帶下去嗎 更何況還會待那麼久 欸 那很累 那你也可以騎旅找馬啊 你先找到新的工作 再把舊的工作辭掉啊 薪兒 我現在是讓你養了嗎 怎麼說得一副好像 小白臉一樣 我看這帳下去 也快差不多了啦 便宜 晏儿 你还好吧 其实我就是希望他稳定一点嘛 不要像现在这样对什么事情都没有计划 每天都让我担心 他不是一天到晚让你担心 还一天到晚让你哭对吧 其实也还好啦 你也知道小哥 他就是比较孩子气一点 事情都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在帮他讲话 不管怎么样男人让女人流泪就是不应该嘛 如果他也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那就好 为什么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些话 很像是有感而发 是不是你以前 也发生过跟我一样的事情 我是来安慰你的 怎么搞到最后聊到我身上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如果你不想这样 我不会勉强你 他死了 死了 车祸死的 其实 其实小哥跟我以前很像 一天到晚让自己女朋友难过 一天到晚让自己女朋友伤心 一天到晚让自己女朋友伤心 以前 我们一天到晚为了事情 为了一些小事吵架 有一次 吵架吵得不可开交 他一气之下冲出门 我因为赌气没有追出去 然后 然后下一次遇到他的时候 就是在医院 你知道 他生前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是他在冲出门的时候 跟我说 我这辈子不想要再见到你 很讽刺对不对 所以刚才在你冲出门的时候 我才那么担心你 我怕你出事 你担心我会出事 对 因为这是我一辈子的噩梦 我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弥补的错 我不想要它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想要它发生在你身上 那 你女朋友知道这些事情吗 女朋友 对啊 对啊 上次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你不是接了她的电话 还叫她小宝贝啊 你说她啊 她还不到知道这些事情的事迹 所以 我比你女朋友还要先知道啊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以后不管再怎么样难过 再怎么样不开心 不要再像刚刚 独马的冲出门好不好 好不好 好吧 如果 如果你心情要好一点的话 我们要不要回去啊 好啊 走啊 走啊 不要一天大碗喝酒啦 嗯 哦 噢 我要是你马子的话 我早就去跳海了 我的工作怎么了 哎 我从退伍到现在才多久啊 我觉得应该趁年轻 多尝试多做些不同的工作 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喜欢的程度 还有能力嘛 可是姨儿偏偏觉得选了一份工作 就要做到老做到死 哎呦 你们就像我妈一样 哎 她是我女朋友 不是我妈 哎呀 你哟你哟你哟 有话就好好说嘛 干嘛每次都要吵架 这样是不会抢酒的 我也不想吵啊 有时候只想单纯跟她分享 工作上的事情 可是啊 接下来一定是有工作 怎样怎样 姐姐你说 如果我换成是你 你不会生气吗 好像会耶 姐姐 姐姐 又 你站在哪一边呢 我 我站在有道理的那一边啊 对啊 杰先生就能了解我了 可是偏偏爷儿 就这么死脑筋 就 你又出大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跟你聊天 心情就会变好 难道你有魔法吗 我哪来的魔法 可能 是我比较懂你的意思吧 嗯 够了 这就够了 来 陪我喝酒 好 你由哪来的魔法 张力阁 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 丫丫 不要上去看你啊 你刚才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才什么意思吧 当我跟你吵架 一个人跑出去的时候 你有担心过我吗 你担心过我在安全吗 你担心过我碰到什么坏 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还不是一样 你跟我吵架 你就在那边 过你自己的生活 喝你的酒 对你而言有差吗 你有差吗 你没有差啊 够了 你有在乎过我吗 你在乎吗 够了 你有完没完啊 什么叫做有完没完啊 是我的错吗 这样你一直以来 都那么不满意我 我走 诶 诶 这种事情是你 你怎么可以都不负责任啊 诶 没完来成章 比秀的学分 怎么啦 怎么啦 你都不说话 怎么啦 多难过都会陪你一起撑过啊 那伤人的谎话 就忘了就算了 怎么啦 怎么啦 带的东西带走 看着他还爱他 嘲笑你不顾一切爱的有多深 你要走就不要回来 当计划输给了变化 就代表他不是对的他 他不说话 太阳了 他不肯定了